到當下 讓我們更深更實地認識神 經歷神的主愛 讓我們從父母的地方來唱幸福 祂並不是要不可及 祂並不是要不可及 祂並不是要完美祝禮 想生真實在間敗地 風在廣 crust 幸福時 真心平在你夢中的地 感謝上一魂的 幸福時 親吵自己的手足 教別人的意義 幸福時 相信就竟對撆開aria 美麗防止在你 幸福时 现在走在你上帝 你当依然努力 当你 不得你是我 我有机会 当你 在十字路口 我要徘徊 当你 当他避着海 这颗泪水 他失望的手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那时 从 阿 耶 无 呀 万 心 怀 人 啊 总 该 往 前 到 来 身 叫 阿 耶 无 呀 我 从 身 放 开 其 中 人 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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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卖 眼 紧 看 谁 要 爱 无 啊 张 卖 眼 紧 看 谁 要 愛 无 啊 张 卖 眼 紧 看 谁 要 爱 无 啊 这是 千 lair 花 谁 要 爱 无 啊 张 屁 张 卖 眼 紧 看 谁 要 爱 无 啊 张 卖 眼 紧 expon 生 用 或 啊 长大眼睛看 谁也会读到 但是心高伴 谁也会读到 我承担我的独扬 贪心快乐吧 勇敢忘记了 但是从我的独扬 放出盛光来 心中的爱子和盼望 阿雷 犯息快乐吧 勇敢忘记得大声唱阿雷 阿雷 放出盛光来 心中的爱子和盼望 藏在眼睛看 誰要白無駄 大家請笑吧 誰要我長大 藏在眼睛看 誰要白無駄 大家請笑吧 誰要我長大 真正傳出愛 就沒有希望 所以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啊 適合在每時每刻 我們都不能放棄跟水準 讓我們用準備請坐 讓我們介入這首歌 安靜 來預備我們的心 來堅持下來敬拜 求助 讓我們在這當中 都能夠有很多的收穫 安靜 安靜 讓命而入我心 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 神 讓我靈的前提 在我身旁 你是風浪的心 安靜 讓我靈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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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讓我靈的前提 千人 是的 有主在我們的心中 我們就不會害怕 主讓我們有平靜安穩的心 來面對每天的生活 我們把這首歌裡拿成一個擋抱 來讓全主保守我們每天 都能夠平靜安穩的度過 我們再一次用堅定的心 跟主說 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 我人人要靜脈 你陪我笑一曲之處 充滿繁忙 我一生要靜脈 神明愛有你的意境 安靜 讓你淡入我心 神神知道你是我的神 風浪 讓我靈更堅定 在我身後你是風浪的情 安靜 讓你淡入我心 神神知道你是我的神 風浪 讓我靈更堅定 在我身後你是風浪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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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弟兄弟妹們 讓我們安靜我們的心 讓我們現在一同低頭來祷告 親愛的阿爸父神 我們感謝你 在這愛的時光裡 讓我們相聚在這裡 求阿爸父神親自紀念 我們的名為幕後的童工 因為我們的所作所 都是為了要容量祖母你的愛 求你師父在我們華語堂 讓我們能夠更加的精盛 能夠很快的突破一百文 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了彰顯祖母的愛 求我們真的能夠成為 名副其實的 永遠蒙福的教會 孩子這麼導致到 都是我們耶穌基督之聖尊名求 阿妹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念祖道文 這裡喔 來 預備 開始 我們在天上的土 願能夠遵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家禮 願你的旨意 心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能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不痛苦我們免得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識看 救我們脫離修革 因為國度權力榮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遠 阿妹 然後今天我們聖節 要念的是 詩篇138篇1到8節 那這個是一個感恩感謝的禱告 那我現在開始念 一 我要一心稱謝禮 在諸神面前歌頌你 二 我要向你的聖殿下拜 為你的慈愛和誠實稱讚你的禮 因你使你的話顯為大 過於你所應許的 三 我不久的日子 你就應允我 鼓勵我 使我心裡有能力 四 耶和華 地上的君王都要稱謝禮 一 他們聽見了你口中的言語 五 他們要歌頌耶和華的作為 因耶和華大有榮耀 六 耶和華雖高 但看顧低微的人 他卻從遠處看出驕傲的人 七 我雖行在患難中 你必將我救火 我的仇敵發怒 你必伸手抵擋他們 你的右手也必救我 八 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 耶和華 你的慈愛永遠長存 求你不要有氣 你手所造的 阿妹 接下來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的傳道 畢君他今天要講的是 猜不透的名戰 弟兄姐妹平安 剛才我們那個十一首跟他講說 欸這首是感恩的詩 沒有錯這首詞是感恩的詩 那我們看到他這個感恩的詩 好像講的都是 欸我要一心稱謝禮 我要向諸神 在諸神面前公開戰禮 感覺好像是非常的開心 非常的喜樂 但是呢在我們了解 所以我們今天要一起來學習 一起來讀他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背 背景 他在講說這是感恩的詩 這是什麼事情下感恩啊 這個是在喜格拉世間 大概是桑莫爾之上的三次章 這個詩的背景 大概是那個背景 我們都知道那個大衛背高之後呢 被設立的時候 就這樣做有沒有為他帶來祝福 沒有啊 反而是苦難的開始 麻煩痛苦的開始 那他在中間有經過非常多 非常多非常多的過那個波折 甚至有十多年也是一樣 都是困難的生活 那這個詩這個世界是 在那個紅色的那邊 喜格拉就是 他在進入這麼多的作者 然後呢 他去打仗 沒想到怎麼樣子 回來之後發現他家裡的 他們的這個團隊他們軍隊的 跟隨他的人 那個家產七女七小全部都被帶走了 等於是說他做的全部都沒有果效 沒有功 慘不慘 慘 很慘 很慘喔 但是呢 我們剛才聽那個 縱靈池是講的 他一開口就馬上獻上感恩的事 我們想說 他是一個卑微的小木桶 但是卻能上帝堅選 所以他在做這一首歌的之前 他在詩編 詩編那邊有講說 我一生的計畫就在上帝的手中 包括重點就是我們今天要一起看的 這一段經文也是一樣 他說 關乎我的事物 你必成就 那你的慈愛 永不離開我 我想說習慣大衛可以一開一開口就說讚你的話 然後甚至說我要一心來稱謝你 這很特別喔 下一張 我很特別 開口說我要一心稱謝你 在諸神面前歌頌你 這個對我們來講我們非常的熟悉 因為他們所在的環境 是一個外邦的環境 是一個愛偶像的環境 但是我們很難明白的是 他在一次一次一次的經歷當中 他去得勝 然後甚至呢去經歷上帝的領導 我想他有困難 他有困難 困難是大的 是深的 他可能也有曾經抱怨過 但是他怎麼樣子 他很快的怎麼樣子 站起來 他沒有被那個憂慮困難問問題去抓住他 甚至他還講了什麼 甚至他還講了說 請後面的同工幫我操作 甚至他還說什麼 他說以別的神代替耶和堡的 他的愁苦必增加 他們所交替的血 有的線上 有的神 這我們很可以了解說 他這樣子的讚 可是我們可能去反問說 我是基督徒啊 我沒有敬拜其他的神 我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我們今天的神是什麼 無論現在的神說 有可能 我的偶像是什麼 你的偶像是我的工作 是我的情緒 是我的神 甚至一次我們被這些東西 被這些問題抓住 之後你不斷的去養它 把這個問題擴大 最後是什麼 最後是進到我們的生命裡面 四處怕的 他剛才講的說 我們要一心歌頌讚美神 或是說 他忽略這個問題 我們都知道 凡事交通 凡事交通 可是我們已經想過 凡事交通 有時候交通完了 有沒有會覺得說 哇這好像是阿平一樣 我們說的 歌頌他在這麼困難 我們剛才知道那個背景 他在這麼困難的環境之下 他去歌頌讚美主 他去歌 歌頌神的時候 他知道 他知道 上帝在這當中掌群作廣 而且什麼樣子 而且當他越肯定 我們都熟成那個上文 就從他背高之後呢 他一連串的 經歷了很多的波折 甚至他有機會 來回應 但是他選擇 用美賽主 對 對待 如果可以剛剛說 當他越肯定 上帝的作為 越肯定上帝的偉大的時候 他的信心就越大 這個信心可以當住你 幫助他跨越各式各樣的問題 也幫助我們跨越各式各樣的問題 我們可以說大陸是一個有信心的 他跟上帝是連連結的人 為什麼呢 我們怎麼說 當你跟上帝有好的連結的時候 你是不是不用打電話來講了 當你跟上帝有很好的關係的時候 你遇見麻煩事了 你可以打電話 比如說你打電話說 謝謝先生我請你幫忙 如果你平常跟 平常跟重名職之事很好 然後這時候呢打電話 是給另外一個說 我跟重名職之事很好 請你幫助我 那是不是OK 可是如果你跟他沒有關係的時候 打電話是沒有用的 那我們可以說 他在這個困難的環境當中 他得勝的祕訣是什麼 他得勝的祕訣在於 他第二句話 我要向你的聖殿下賣 為你的慈愛和誠實稱讚的意思 因為你是你的話顯為大 我們都知道上帝定許 上帝信實是慈愛的 那是什麼叫做顯為大 很特別喔 他這樣子講說顯為大顯為大 結果他在原本的意思是什麼 是他不斷的用話去怎麼樣子 去養育我 使我可以剛強的去面對各個環境 有時候我們看說 他就只是一段話的 他使我的話顯得到 原來是他的話可以養育我 幫助我 使我們面對各式各樣的挑戰 我們信主不是沒有挑戰 有時候信主 或者是認真的人挑戰可能越多 我不曉得你能用這樣的經歷 但是你不斷的喔 透過上帝的話 被養育可以剛強的面對 因為上帝我的屬性本來就是慈愛 本來就是信實的 那我們可以講說為什麼要 他的話語使我剛強 可以面對各式各樣的環境 我們每天出門都在做不一樣的選擇 不一樣的挑戰 但是你的資料存越多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當你事情來的時候 當你困難來的時候 當你遭受打擊的時候 那個話語是不是可以失明 有力量幫助你 我們都知道 我們常遇到 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本來的反應 我們可能會想要去抓著人抓著事 但是有時候抓著人抓著事 不一定是有幫助的 不許在工作上抓著人有幫助 但是你在身體上 你在情感上發生事情的時候 抓著人有幫助嗎 沒有啊 有可能還是要依靠那個源頭 所以你可以有力量的去面對 所以難怪大會講什麼 大會在後面講說 連世上的有權勢的君王也要怎樣 剛才我們讀了 也要來跟耶和華下拜 你要依靠耶和華 這時候我們可以 可能就可以知道說 欸 上天不只是眷戶 那個我們剛剛有講的 君王他在各營 我們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知道 欸 我們的信仰的好信仰 他沒有任何的基因皆知 他俊悟各式各樣的人 他沒有因為你缺乏你窮乏 他慣愛你的也慕就少 他沒有因為你不足 他就不愛你 沒有 你在看這個是誰 這個是大概在2013年得到一個全球 大概有2000多個人選出來的 這個生命鬥士 這是我們這個張手的先生 他獲得從2000多人來去取的這樣的書 他怎麼樣子 我們一看他 就大概知道他身體是有疾病 那還見有疾病 然後他得到那個 脊椎的那個肌肉回縮症 其實大概是這樣子 人生就慢慘了 可是當你更多了解他的時候 更多認識他的時候 你才知道為什麼他會被選擇生命鬥死 這樣子的生活 然後一定是不好過 可是呢 在了解的時候 原來他怎麼樣子 他在8歲確定得這個疾病的時候 在10歲的時候 爸爸過世 接著呢 媽媽哥哥也都離開人世界 難慘了 這次他最後可依靠的外婆 在他18歲的時候 就離開了 很沉重 那他怎麼樣子 他可能就是要靠可談戟 或者是呼吸器來維持生命的人 但是他就怎麼樣子 他就願意到各個地方去幫助人 他自己講 他除了樂觀之外 他還自自講說 是上帝賜給他這個生命的 驚奇的旅程 有時候我們想說 哇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做到 但是他告訴我們 他在用他的姿勢來想說 他不斷的親近上帝 自己上帝開啟他 他幫助他在生命上面的作為 他的計劃是什麼 我們剛才有讀到那個 我們一起跟執事來讀到的話 你說 你同意救活我 救活 救活是怎麼樣子 我們說醫生醫治我 可能可以醫治我們的生命 但是救活 什麼是上帝的救活 救活在原本原本的意思 是還有什麼 可能在我們的腦筋概念 救活是我生命被救活 可是在原本的意思是什麼 是不只是生命被救活 還有怎麼樣子 還有可以使我是成長 使我的生命是付出的 這個是專業人士可以做得到嗎 不一定 但是我知道我們現場 有多位專業人士 不只是可以救活人的生命 而且還不斷的做美善的事工 是使人的生命成長 使人的生命付出的 在上帝國度裡面的救活 是什麼 在上帝國度裡面的救活 是一根進行的 不斷的 不是像我們所想的 一生半年奇異一號 你出院了 你離開了就沒事 上帝國的 上帝裡面的救活 是有這樣的意思 大衛就是這樣子 每一次置於死地 但是呢 上帝的成就一次比一次的信實 一次比一次的豐富 我們很特別的看到說 欸 求你的手不要放棄我 放棄了 我們看木偉原文 你不要放棄我 但是怎麼樣子 他其實是怎麼樣子 他其實是 他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看有一次放 那個中華文是放棄 但其實他怎麼樣 他知道說 上帝阿你已經進行了 你已經進行這樣的事情了 所以你已經進行的時候 他可以在每一次的挫折 挫敗當中 他知道上帝已經進行 不是我們看到華文說的 求你不要離棄我 他知道他已經是 這個事情已經是進行的事情 所以他可以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超越性的靈光 他有一個超越的能力 你看看那個環境 你想我們剛才講的 他洗個垃圾 我們講的都洗個垃圾 你一想一個人打仗 回到家裡面 發現家裡都被人家堵走了 苦苦不苦苦 但是我們還沒有細細的 你還要去設立那個資料是 他之前可能好幾十多年 就是面對這樣子 接連不斷的厄運 來訓練他也好 或者是考驗他也好 所以使他有這樣子的 超酷的眼光 所以呢 從我們剛才 一起來念的 一百三十八篇的 第八節的時候 求你的手不要離棄我 因為我知道你已經進行了 所以我們跳到原本的第一節來看 所以他才會馬上的說 主啊 我要一心稱謝你手 因為他知道這是一個不間斷的工作 因為不間斷的工作 就要怎麼樣子 就要去回應上帝 不間斷的讚美他 為什麼我們要讚美上帝 因為上帝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 不管我們的歲數大或小 他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不斷的不斷的 鼓勵我 又用我們的力量 我們說他的鼓勵是什麼 但我了解我們今天的主要經濟是 我呼求的時候 你使我 你就鼓勵我 使我有能力 你以為鼓勵就是一般的 這樣子的鼓勵嗎 上帝的鼓勵是什麼 上帝的鼓勵是一種 包圍性的 是一個緊緊的 把你撐住 環抱你的鼓勵 給你 給你恩典 給你力量的鼓勵 所以我們常常 有時候我們講說 豐富的恩典 豐富的恩典 恩典有可能是這樣子 隨機式的 隨機式的給 可是當你知道 你在困難的環境當中 或者是不管是不是困難 當你知道 上帝的給你的能力 給你的力量鼓勵 你是怎麼樣鼓勵 是一種全面心的 把你緊緊的包住的時候 你願不願意一心的承受他 如果說這麼好的恩典 這麼測不透的恩典 我要怎麼去回應他呢 我要怎麼去回應他 首先我們就知道要連結 親近主 我們剛才講了 他們回到家裡 喜德拉的那些事情 回到家裡面 面對的 跟他們所想的是不一樣的 但是 大衛有沒有被困難知道 他沒有 他說耶和華是他的依靠 而且怎麼樣子 如果你們有帶聖經的話 在上帝上的三十章沒有六節 他這麼講的 他這麼講說 大衛一號耶和華 他的神心裡堅固 所以以至於他們怎麼樣 他們可以追上 後來他們怎麼樣 追上敵人 反敗為聖 救回他們的七小子 有時候我們會講說 當我困難的時候 當我缺乏 當我軟弱的時候 但是你去想想 我們剛才想的 那種鼓勵 是一種包圍性的鼓勵的時候 你就是願意更多的親近寫 更多的像他知 知取能力 那我們基督徒在講 我們基督徒久 我們都知道 傳統我們剛才講的話 我們都知道 但是有時候我們知道 親近寫之外 還有什麼 常常喜樂 我們這裡也知道 因為喜樂怎麼樣 喜樂可以促進我們的 怎麼樣子 我們說 開心 微微笑 可以使我們的 腦子 我們的氛圍 釋放出 生命有改 有改善 有改變的地方 我們都知道 微笑有幫助 更何況是什麼 更何況是上帝給我們 是給我們喜樂 但是 真正活在生活當中 喜樂容易嗎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但是呢 我們要去思想 喜樂不容易 但是有時候上帝 但是上帝在救恩當中 能夠把各式各樣的 恩典 喜樂賜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只是應當 要為他 怎麼樣子 靠祖喜樂 菲利普書書的 三章一節說 你們要靠祖喜樂 我們有時候 常常聽一些詩歌 都很喜樂 不管是禁拜詐美 或者是興盛詩 都是一些詩樂的詩歌 像有一首短詩 請假賀 來來心裡要收請假賀 拜禮拜禮拜三 拜禮拜五 拜禮拜五 真正好 有時候去那個 陽目中間做事工 要跟他們一起唱這個詩歌 你有這個作者 唱的 寫的詩歌 是在一個感恩喜樂的環境嗎 沒有耶 他是在一個非常 可能像我們今天 所多的這個新聞 作者也是同樣面對 不斷的 我們講說 有不斷的覆向的情況 但是怎麼樣子 他卻寫出這個 很好 讓我們很開心喜樂的詩歌 新聖詩在後面六百多首 那邊也是一個 唱詩歌 然後銀向六一一 那邊也是一樣 銀向光明燦爛 可是你知道 那個作者 潘霍瑪這個神學家 他寫出這麼樣的詩歌忘文 可以銀唱的時候 他面對什麼 他明天 他面對的下一刻 就是生命要獻上生命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 靠著喜樂 是比我們自己 能夠帶出來的 力量更大 所以雅各書怎麼說 雅各書有講說 我的弟兄們 你們落在試練當中 都要大喜樂 雅各書的一章二節這麼說的 就像舊約當中的 尼西米 他們在建成的時候 雖然怎麼樣子 雖然說 百姓願意跟隨 我們也願意跟隨族啊 我也願意 如上帝的話 就像尼西米的那些城 他們在建成的那些百姓 我也願意怎麼樣子 讀上帝的律法書 但是怎麼樣子 但是 上帝透過尼西米 以色啊 還有音樂人 他們來告訴當時的百姓說 你們不要憂愁 有時候我們讀了經之後 有時候我們就像那 尼西米記的人一樣 看了上帝的律法書 看了經文 但是還是落在憂愁裡面 落在什麼 落在悲傷裡面 所以難怪 李西米記得八張世界 他後面那邊講什麼 你們不要憂愁 因為要靠著什麼 靠著耶和華得的喜樂 才是你們的力量 我們知道 開心很容易得 開心很容易得 但是有時候有副作用的 喝酒啊 吸毒啊 能不能使我開心 忘記也是可以使我開心啊 但是有時候有副作用 因為你要付費嘛 或者是你要生命付出代價 但是靠主的食物 是沒有副作用的 甚至是可以為我帶來 屬於生命的剛強 面對各式各樣的挑戰 我們可以說 從這一段經文 為什麼他可以經歷到這個 測不透的恩典 為什麼 因為他怎麼樣子 他常常感恩 你想喔 他都還沒有做完 還沒有進入到那個硬硬 但是在每一個事件當中 把他逼到角落的那個事件當中 他還是一樣不斷的讚美神 我們可以看他視頻十六片 各式各樣的幾框當中 他不斷的讚美 不斷的感 感謝我們聽到別人 謝謝我們太不開心 如果今天仲敏姐 哇 仲敏姐 謝謝你幫助我 開 仲敏姐開 開心啊 感恩怎麼樣子 感恩會使人帶來什麼 帶來力量 使人帶來更有活力 就是可以怎麼樣子 可以幫助我們 生命有熱情 有正向的情緒 有時候我們看這個人 好像恩典蠻多的 可是你自己仔細了解 他不就是怎麼樣子 他不就是多一點的 在主裡面怎麼樣子 靠主喜樂 他不就是再比我們更多一點的感恩 於是你看他並不怎麼樣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張熟德先生 他的生命有比我們可以做更多的能力嗎 沒有 完全沒有 無比不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個三個層面嗎 大衛講的 呼求主使我有能力 大衛是一個感恩 我們可以說大衛是一個感謝 而因為在順境命境當中 他都感謝 甚至他也邀請人 在有經紀人 證明人都可以看到 他不只向自己線上感謝 他還邀請人去感謝 有時候我們會想說 哇 我現在環境當中 我實在不知道怎麼感謝 我們可以從師篇這一段話 因為從師篇開始138片 一直到最後面這邊 都是一系列的感恩 有時候我們可能不知道 我要怎麼樣子的去讚美誰 但是我們從今天的師篇看過 他可以在這個很挑戰的環境之下 他去感恩 他去公開的去讚美 並不是怎麼樣子 並不是他忽略跳過問題 並不是他RQ 他先公開的去讚美 以至於他也怎麼樣子 帶出能力 甚至怎麼樣子 邀請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公式 先是讚美 然後邀請人也一起來讚美 他邀請列國軍王來讚美 我們可以邀請我們生活當中 我們跟周遭的生活現場的人 我們的職場的人 最後他再怎麼樣子 他再回到自己的身上去怎麼樣子 去一一的去細數說 主啊 你對我的救恩是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我說上帝給我們恩點 我們很快的就忘記了 我們不會去數算 繞一下 很快就過 他細數他的恩點 感謝他的答卷 最後呢 你看那個公式什麼 最後他再怎麼樣子 他再真誠的 在一個循環 在一次線上感謝 所以我們從詩篇138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循環 一個公式 讓神你知道你確信 神經在我生命上中 有一個美好的計畫 讓我帶領人 在我的工作職場上幫助我 在我的家庭當中幫助我 幫助我的家人領人歸主 但是我常常受到什麼 我常常受到逼迫啊 想想今天138天 這個大衛他面對的背景 還有他怎麼樣子去讚美 去回應 以至於他就如同我們今天講的 他心裡的能力 我們一起拼回來導發 歡迎我們的父神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謝謝你 在我們不明白的時候 你就為我們的生命 開啟美好的計畫 以至於要讓我們進入 你那個豐盛又得盛的計畫 主我們也向你感謝 主謝謝你 因為你的美善 使我們的內裡 不內裡的美善 也不斷地呼應你 主